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今天安息圣日 在下午的时候小弟用这个题目 长保一镜长保灵命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最近可以看到时事新闻中有一则 108课纲的问题 他大量简化历史内容 所以今年国八的学生 这个学期登场的社会课本里面 他是修改了很多 他为了要容纳更多的东亚发展史 教育部给出的答案就是 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去斟酌删减 他的答案叫做略古祥经 然后不骄乱世 这八个字作为大方针 什么是略古祥经呢 就是把现在靠近近代的事情交代清楚一点 那古时候的事情呢就把它可以省略就省略 然后呢乱世的部分 尤其他就不再去提到 那所谓的古呢 他是用唐朝作为分解 所以因此中国史上 曾经有过的汉朝的盛事 就几乎就消失 几乎就消失在台湾新世代的记忆当中 即将要 我暑假的时候帮慕林复习的时候 预习 预习这个社会课本的时候 有点傻眼 因为老师在学校发下来的评量 上面的填空题 我完全从课本上面找不到答案 就是因为评量是 可能是之前几个学年度的 这个所留下来的评量 所以那都是在考之前的课本上面 教过内容 所以他上面有这个春秋 五霸 战国七雄 的填空题 然后我说好啊 那你要知道是有哪些人物 你应该要看课本 就课本上面完全找不到 然后西汉盛事 跟东汉末年都失去了舞台 所以有老师他在第一堂课宣布说 我们接下来教的这个历史的内容 将听不到这个期待已久的 三国历史的时候 结果这时候班上的男生是一片哗然 就说啊 学不到三国历史 这个男生们是哀声震天这样子 发觉现在的小孩子们 因为手游的关系 因为手游太多内容是做三国的东西 所以他们都 还至少能够对三国的名将 如蜀家贞 结果现在历史课本不教了 那脸书上就有很多人担忧 之后学生会更不认识中国历史 那我自己身为历史爱好者 我平常是喜欢没事就打开维基百科 把它当作历史课本 在读的人 那我心中的情绪其实是不舍大于生气 就是说脸书上面其实很多人在生气 气这个事情 可我心中其实是觉得舍不得的这种情绪是比较多的 因为去中国话的意识抬头 那切割中国看起来是慢慢慢慢在 在这边已经形成气候了 所以我舍不得的是有一些历史即将不再为人所 广为人知 很可惜 那其实早在108克纲之前 台湾教育出来的这些民国80到90年代出生的这些学生 其实他们已经对中国历史不太熟了 跟我们那个年代比起来已经不太熟了 所以我个人虽然表示很无奈 但是也许对那些本来就不爱读历史的人 本来就不爱念社会科的人来说 这或许是好消息 因此我只能够心中盼望 就是说这能够考验出 哪些人是真的爱读历史书 那哪些人不是 因为喜欢一个学科的人 喜欢历史的人 他就自己去找书来看 所以其实也不用真的很担心说 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历史的故事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教材 会就此中断 喜欢的人他真的会去找书来看 那到了大学或者是研究所时期 也真的如果说钻研到这个学科下去之后 他会因为他心中的喜爱 进入到更高深的知识殿堂 所以我相信还是会继续有历史这个学科的存在 好那跳通一下 讲一下八月底的时候 我去山林溪 那那时候在走山林溪的森林步道当中 就欣赏群山翠鸾 然后整个绿色环抱的山林风景 那在他的景点树立的牌子上面 他用很鲜明的颜色写下了一则短文 我念给大家听 夫以同为敬 可以正一观 以骨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仁为敬 可以明得失 正常保此三敬 以防己过 经魏真举世 遂亡一敬 这句话原本是魏真 他是唐朝的名相 他是唐太宗的宰相 他们两个相处17年 那魏真他一向都是以直言 敢发言 敢泛龙言的这样子直见 的一个行为 来跟唐太宗在辩论一些事情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方 唐太宗这边 他就是他虚怀若骨 他也能够接受 底下臣子的人 对他犯龙言直见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他是能够包容接受 但还是有几次他气的 很想要把魏真给杀掉 他说那个田舍翁 就说那个乡下的农夫 那个不懂事的乡下人 把我快给气坏了这样子 那尽管魏真跟唐太宗 他们有时候争论很激烈 互不相让 但是最后唐太宗 也都能够容纳建言 那这种君臣关系 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 那魏真找一步去世了 所以唐太宗那个时候非常惋惜 他就写了这句话 他很感慨 他说 我们以三样东西为镜子 以铜为镜 我们可以去整衣冠 我们可以整理我们的服装仪容 以古时候为镜 我们可以知道政权的转变 心体 那以人为镜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 可以知道我们 还有哪里有过失 那他觉得他自己常常保有这三镜 可是今天魏真他走了 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君王对于他的臣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崇 因为魏真是唐太宗很重要的一个人镜 那魏真死了 那我就少一面镜子 那恐怕在我们迈向新课纲的这个脚步当中 要当心 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少一面镜子 就是这个以古为镜 不是以人为镜 是以古为镜 为了保有这个以古为镜 我设法就是想要学习历史的欲望 那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 因为时间很长 所以我就用历朝历代的名词 来对就是慕琳凯琳 就是逐一介绍这样子 那南投也有一个国姓乡 那国姓乡的得名是来自于谁 郑成功 那因为郑成功曾经得到皇上的四姓 朱 所以他称之为国姓爷 所以才会有 那我就延伸就考他们就是说 那汉朝的国姓是谁 那我也问大家好 汉朝国姓是 刘 那晋朝的国姓 司马 那宋朝的国姓 赵 那清朝的国姓 我发觉前面这三个小朋友 好像都 那我来考一下前面这三个小朋友 慕琳不可以回答 隋朝的国姓是什么 隋朝是什么东西 那隋朝的国姓是什么 羊 那秦朝的国姓 赵 赵赵 所以就这样子在开车的时候边开车边考这些东西 当然他们不是每个都知道答案的 可是总是猜谜有那种乐趣在 我不知道有没有引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但我觉得慕琳很有反应 可是凯琳就还好 那以色列人呢 对于孩子在宗教教育 宗教历史上的学习 也是从来都不待乎的 因为他们曾经在这里跌倒过 早上俊辉大哥 他的这个讲道当中翻了一个 试诗记的二章十节 我们一起来看试诗记的二章十节 试诗记的二章十节 在旧约两百九十九页 十节到十三节的地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十一节 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似为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十三节 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这里讲到 分享了以色列人后来的世代 他不知道耶和华 然后就跑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然后惹耶和华发怒 圣经当中 以色列人的历史占了百分之七十五 这整本圣经占了百分之七十五 都是在讲历史 从当时没有纸本 所以他们的教法师 他们拉比只能够靠背诵跟口传来维系信仰 到后来有了沙草纸就可以写下来 那十海古卷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传承下来 摩西五经等等 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才能够被保留 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此整个民族以此来维系信仰 生命纪我们来看生命纪的十一章 生命纪十一章 第三节 旧约圣经两百三十页 十一章三节 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 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骑士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 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 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 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 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 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遍子孙 以利亚的儿子 大滩 雅比兰 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开口吞了他们 和他们的家眷 并帐篷与跟他们一切的活物 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 这边强调了从三节开始 我们知道说 耶和华是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位神 讲这样子是一句话带过去 可是很多后来的世代 后期的世代 他们没有见过 那这时候必须怎么样 就要不断地告诉他们 从三节开始他就说明了 要像那没有看见耶和华神的管教 整个神迹奇事大能的这样子的这些后代的儿女 细数历史的事迹 并且要将那分父 律例典章借命 都要一并交付给你们的儿女 所以他第三节他就讲到出埃及 那时候有的灾祸就是石灾 然后石灾的最后一灾 长子之灾 那个晚上就是逾越节 然后四节讲到过红海 五节讲到旷野的漂流 六节讲到是可拉党 一党攻击摩西 用言语 或者是说不肯听从来攻击摩西 结果地张开大口 将这些可拉党人都吞掉 到了第八节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 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 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是流乃雨蜜之地 你要进去得为得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撒种 用脚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去过去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 所以这边讲到的 后面这边 告诉我们第八节 在进了迦南地之后 十三节告诉我们说 再往下读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 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信侍奉他 十四节 他必按时将秋雨春雨 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新酒和油 也使你吃得饱足 所以十四节到十五节这边 告诉我们神应允的 一定会降临 然后十六节我们来看 就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正路 去侍奉敬拜别神 这边有提醒 以色列的这些 后期的这些子子孙孙 不要跑去侍奉别的神 然后呢再来十八节到二十节 就是我们经常读到的 我们来看 十八节一起读 预备七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城门上 阿们 这边到二十节就好 这个呢 其实就是叫我们后人 不要忘记 我们要将这个话 存在心里 留在我们的意念当中 细在我们的手上为记号 戴在我们的额头上面 作为经文 而且我们也要记得 教训我们的儿女 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 都要谈论 所以这一段宗教教育 意义浓厚的经典经文 对照起我刚刚讲的 以古为境 可以知心替 可以说先人的智慧 或者是说 对于这个古时候 历史 这样子一段历史的重视 无论古今中外 其实皆然 那活在现代的基督徒 最感谢主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本 已经有一本厚厚的历史 因为这个人类的发展 从古至今 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篇章 历史的篇章 那我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去翻看 去参照 怎么做到 我们都有手机 所以我们只要用手机 查关键字 维基百科 一查下去 就有满满的历史资料 或者是说 可信的资料 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去阅读 去翻看 所以不管是 旧约圣经的以色列史 还是中国历代君王的历史故事 只要留意去看 去接触 去吸收 已经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 可以帮助我们下判断 已经有那么多的他山之石 可以去工作 已经有那么多的忠孝结义 可以告诉我们 应该要如何为人处事 所以我觉得历史就是在帮助我们 重新在现今的世代 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 那新约时代 耶稣也告诉我们 这些过去的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有神的智慧在里面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 十六章一到四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一到四节 新约圣经二十二页 十六章一节 法利赛人和撒度该人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四节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这一段话里面说到 好像是生活常识一般的 比如说晚上你看到天空发红 可能晚霞特别的红 那你们就说 那隔天就要放晴 看到早上天发红 然后又变黑 你们就说今天会下雨 所以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那怎么会没有办法分辨 这个时候的神迹呢 若不是过去历史的教训 或者是累积 或者是生活经验的累积 你又怎么会知道 早晨的气色 这样子看一看 你就可以判断今天 是风是雨还是是晴天 因此耶稣说 都不要再求神迹了 在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神迹的除了约拿的神迹 给他看之外 没有别的神迹给他看 话讲完就走了 所以留下来 可能会是许多的问号 约拿的神迹 代表活在耶稣的那个世代的人 没有见过的神迹 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是什么 好我们待会再说 所以活在耶稣那个世代的人 他们要如何去判读 这个神迹的轮廓呢 那一定他们要先读懂 他们之前以色列的历史 他们只能从经上去回顾 当时约拿的经历 从约拿书当中 所以如果这些人都没读过书 我假设这些问耶稣问题 都没读过书 那要如何明白耶稣这句话的意思 更不用说 从这一段历史当中 读出耶稣所影射的含义呢 这完全更不可能 那包括我们在座的大家 如果没有读过约拿书 也不具备旧约的历史的素养的话 又怎么会懂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呢 所幸现代人 大家已经都能够办到 一人一支智慧型手机 有了手机你想怎么找资料都可以 所以不要感叹说 我们求不到神机 也没有活在圣灵活泼做工的时代 其实去读历史 你就会明白当时 当年神机发生下的时候 那时候的感动 而且何其有幸的是 我们都不用亲自走一招耶 历史发生的已经是历史 我们只要去读文字就好 我们不用亲自去清零现场 因为那个清零现场可能是牺牲了上万人生命 甚至更多人的生命 颠沛流离啊战争啊家破人亡啊 才能够得到的启示 那既然这么好 我们为何还不赶快去读历史 所以先回来回到主耶稣的说的这句话 我们还是必须要领会 耶稣所要传达的这个含义 OK 尼尼围城原本是要被毁灭的 那耶和华要约拿去传警告 结果约拿他不顺从 他逃跑了 就被大鱼吞掉 后来勉强顺服了 出来之后勉强顺服了 传个两三下 就停下脚步 就搬张椅子 就坐着看着这个尼尼围城的 等他被神的烈怒给毁灭 结果没想到尼尼围城的王 竟然向神悔改 尼尼围全城的人也都跟着悔改 就这个悔改 竟然得着了赦免 竟然得救了 免于被毁灭的命运 所以耶稣以此提醒法利赛人 这个尼尼围城全城的人 获得拯救这样子的神迹 难道还不够大吗 那耶稣来是为了要拯救全人类 使世界免于 使人类免于被神的怒火所毁灭 所以即便耶稣此时此刻心中 对法利赛以及撒都该人失望 但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不就像是还没有悔改前的 尼尼围城的情况吗 他们里面也是行罪恶的事情 所以约拿先知他传警告 耶稣传的是福音 如果听的人 还不能够去分辨这一层含义的话 就像是你看着天的这个颜色 你判断不出来 那就是历史读不熟 经验不够多 所以最后必定自取灭亡 因此我认为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 也就是说 学校课纲不重视历史的话 我们家庭就要试着教孩子以历史为重 如果学校没这么做 我们就要去补充 去补他 教导他们认识台湾历史 这学校已经有教了 中国历史 这个自学 想办法自学 也要有以色列历史 这个就是参加宗教教育 参加聚会 这便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要让孩子存在心里 留在意中 细在手上 绑在头上 为经文 表示那一段曾经出过埃及 到鸿海 然后进到迦南地的历史 是不可以从民族共同记忆当中抹除的 毕后教会 他们在几年前 职务会负责人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很开创性的 让他们宗教教育的小孩子 当小记者 来采访家中 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尤其是经历过日据时代 就日本时代的这些老信徒 到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几位还在世 就是已经都很凋零了 剩下一只手数得出来的数字 很快的这些书教会早期在宜兰南澳的福音开拓 以及一些信仰见证 会随着这些老人的凋零 就会被大家逐渐淡忘 那为了要让信仰传承交棒 还能够存留在新一辈的孩子的脑海记忆当中 于是小记者的活动就开始了 结果也引起很多的回想跟回馈 不论老中青都有重新去检视那一段 在七十年前早期信仰 受到逼迫的这个回忆跟经历 那也就是一次以骨为尽的 一个宝贵的经验 重新想起了那一份 为追寻真信仰的热忱跟温度 那这边就举几个他们的一些范例 比方说他那个时候安息日聚会 因为在当时福音还没有传入到 这个山地的村落 只能够私底下的去传 那时候杨约翰长老 他还是年轻传道 差不多才二十五六岁左右 他就奉差派来东部看信徒 尤其是原住民的区域 那当年汉人在日本警察的管辖之下 他是无法直接进入到村庄的 因此杨约翰传道 在下了在车站下车之后 那传道他就沿着公路这样往前走 走走走走 这路上没什么人 但是他看到前面有一个青年 然后他就走快点 快步接近 但是又不能够显得好像形色冲冲 就是要去找前面那个人寺的 所以他只是加快了脚步 挨近了这个青年 就在这样子passing by的时候 正在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信耶稣 然后他有明确听到这个青年跟他说有 然后洋传道就继续往前走 好像只是两个人擦身而过 但是在这擦身过的一秒钟 情报交换了 然后之后拉开距离之后 又放慢脚步 慢慢慢慢的让这个青年又可以追上他 然后趁四下无人 因为周围可能都会有一些 这个不是警察的 也许就是一些 宪明或是打小报告的 那四下无人 然后接近的时候又问他说 传道又问他说 你信的是什么教 是不是田三多的教 然后那青年说是 然后洋传道就告诉他说 那你回去告诉田三多 说传道已经来了 在某某地方等他 然后青年听完话之后 只差没有说 Yes sir 他听完了之后就赶快跑走了 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做的暗号 因为他们都已经会约定先讲好 会在哪些地方碰面 那只要传道人来了之后 必须要跟他们打声招呼 那他们也都没有见过传道人 所以只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好像谍报片 那原来那个时候 安时日聚会就是会事先约定 比如说是一个山顶 或是一个山谷 然后一早大家 我说在部落里面 大家就会背着篮子 好像是要上山去工作的样子 但是其实他们 不是只有上山工作而已 那圣经跟赞美师 可能就是会藏在篮子里 或者是他们就固定放在一个山洞里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会到约定的地方去聚会 有的时候也是会在西边聚会 那因为不是常常有传道在 所以一聚会 一旦有传道来了 聚会就会长达六个小时 整个晚上 常常是晚上九点开始聚会 然后一直聚会到凌晨三点这样子 那虽然日本政府是明令禁止 但是原住民的这个信仰 还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把它传下去 因为他们都很迫切可慕福音 那有一次 这个杨传道是跟春田长老 去那里讲道 两个轮流讲 才能够连续六个小时 那轮到春田长老在讲的时候 那时候杨长老想看看 大家是不是有在打瞌睡 然后他就回头看一下 就没想到看到所有人 晚上所有人眼睛真的大大的在看 看着这个讲道者这样子 都真的很大 表示都没有在打瞌睡 都非常有精神 然后那天 那个晚上就一直到凌晨三点才散会 然后那个时候得圣灵 就好像是会感染一样 一个得了之后 又会传染给另外一个 好像得圣灵有的时候 灵炎的那个工作就是 舌头跳动身体震动 就看起来开始震起来了这样子 然后 旁边本来没有得圣灵的 因为这边有圣灵的灵炎 突然间好像圣灵就像火一样 这样跳到他身上 然后旁边的人也就受感染 然后也就灵炎祷告起来了 就像是一个传一个这样子 真的很像是感染一样 另外一个又得圣灵了 非常有灵恩的能力 日本警察后来知道说 富士村落的人 常常在夜里就是偷偷的聚集 我是说在当时部落的人 常常在夜里就是偷偷聚集的聚会 所以就罚他们要去汉地开墾 给他们一人一把锄头 连妇女背着小小孩 应该要在家里照顾小孩的 也不能够豁免 锄头给你就去给我开墾 不要说什么在家里休息 照顾小孩的 全部你们要聚会 你们就通通都给我去开墾 然后再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们决心不再信基督教的话 你们就自己跳出来跟我报名 我马上解除你们的劳务 你们就可以回家休息 这样就好像我们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国防部在推动自愿役 然后这时候一开始班长就会先把我们叫到联集合场 开始出基本教练 就是开始立正手细向左向右转 再来给你出体能 开始做一下二上的伏地挺身 然后就撑在那边 然后这时候班长就会讲说 你们现在如果有人想要签自愿役的 站起来拿报名表明就去中山市催冷气填资料 如果没有就继续 趕在那边做体能 像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那个时候 这么多人被迫去开墾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说要来跟日本警察报名 我要放弃基督教 然后我要去休息 都没有一个人出去报名都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日本警察生气起来 也常常就会罚跪 叫他们跪在神社前的石头路上面 一跪就是好几个钟头 好讲到这边其实结论 从过去的这些我们教会的见证里头 或者是说我们曾经读过的这些历史的文本当中 都可以考察出来 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必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却有机会能够保揽这历史的脉络 然后给我们自己设定好一个人生的一个道路 就是说我该怎么样走才不会重蹈故人的覆辙 在二次大战受尽苦难的以色列民族 最后他们从世界各地返回耶路撒冷 而且建立以色列国 犹太人社群他们当中所保留的信仰的仪式 跟生活的传统 是让他们在二战后能够迅速结合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那一群以骨为尽的人 他们让旧约的历史教训来维系着自身的命运 所以他们才能够一直保有 这个以色列主体的一个民族主体的一个存续 而且他们现在也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 虽然说国土不大 但是他们的实力是很强的 那再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本新旧约也是不能丢弃 也不能够错过的 这里面有摩西五经 我们那个早上曾经翻过 我们再翻一次 我们看生命纪的五章六节 生命纪的第五章第六节 旧约二百二百二十三页 六节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早上大大张口的那个主体的经文 我们看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 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 旧约七百一十八页 第十节 到十三节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充满 十一节 无奈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的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 甚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行我的道 那我们刚刚这样子查考了 这个旧约圣经 不管是摩西五经 或是历史书 或者是这些诗篇登言 历史书有包含 撒穆尔记 《猎王记》 《历代志》 还有《大小先知书》 这些他都记载的 以色列王国前后的历史 那小先知书 也包含我们刚刚看过的 《约纳书》等等 这些都是免不了 对于基督徒的我们 必须要熟读的东西 我们真教会的信徒 更应该要有认知历史的素养 我必定会告诉我的孩子 多去看古人的著作 多去接触历史 在信仰上 多认真查考圣经 甚至要将圣经的话 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我们应当要好好完成 信仰交棒的工作 我们一起唱诗